美国虽然在川普执政还有14天的时候 努力的不断制造美中冲突 但是其实美国已经是一个陷入了二元对立分裂 同时疫情严重 自身难保的尼普萨了 美国的总统当选人拜登 现在非常关注乔治亚州参议员的选举开票结果 他可能使得共和党掌握参院 那么拜登当上了一个博压的总统 他是不是能够改变川普执政的时候 很多很多他承诺要重新反转的美国现象 这些都会有疑问 南部乔治亚州的参议员第二轮决选 那么在周二进行 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明朗化 那么几个候选人在台北时间下午开票结果 都咬的是很紧五五波 民主党有一位非议的牧师先抢下了一席 那么民主党迈向参院的多数再进了一步 另外一席呢 因为两边的差距都非常小 胜败未定 在去年总统大选里面 拜登在乔治亚是险胜川普 也成为92年第一个夺到乔治亚州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这次参议员的决选 我们focus了几天 开票互有领先 民主党目前拿到一席 出口民调指出过半的选民表明不支持美国总统川普选后各种翻盘行进 同时支持乔治亚州务卿的做法就是不要再理川普 不必理他叫嚣一直要求从乔治亚州再挖票 众所瞩目的美国乔治亚州参议员第二轮决选 民主党候选人传捷报 51岁的非裔牧师华诺克在开票九成八下 以四万多票之差 击败共和党现任参议员罗弗勒 成为美国南方第一位当选参议员的非裔民主党人 也是乔治亚州二十年来第一位民主党参议员 在选举结果尚未揭晓前 华诺克就透过网路发表类胜选演说 华诺克与已故非裔民权运动领袖金恩博士 在同一个教会传教 在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地区颇具知名度 根据出口民调 亚特兰大都会区81%选民都投给他 有色人种当中他也拿下84%的票 而另一位民主党候选人 33岁的纪录片制片奥索夫 则要挑战前企业CEO 现任共和党参议员帕杜 成为参议院最年轻的议员 目前奥索夫以1万2千多票 约0.3个百分点领先对手 但战况之激烈 可能得等到不在即投票的票数全部开出 这场攸关未来谁主导参议院的选战 两队候选人都杀得难分难解 估计让乔治亚州450万人出来投票 于11月大选的500万相去不远 写下第二轮决选新纪录 自11月3号大选日以来 光是广告双方阵营就投入近5亿美元 相当台币140亿 也在选业吸引美国总统川普和总统当选人拜登 亲自登台助选 一旦民主党确定拿下这两席 两党在参议院就是50比50 在表决平手时 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 有权投票打破僵局 加上民主党已掌握众议院多数 将有助拜登推动纾困案或气候变迁等议题 但如果共和党保住最后一席就有51席过半优势 对拜登的政治和司法任命 以及许多法案就有否决权 现在美国总统川普把希望放在1月6号 国会认证选举人团投票结果 不断对副总统潘斯施压 要他在国会联席会议否决大选结果 据了解潘斯已经告诉川普 他不认为自己有权阻挡国会认证拜登胜选 依据美国宪法 副总统的角色是主持联席会议 无权片面改变各州送交国会的选举结果 不过一向对川普忠诚的潘斯 也怕惹怒川普 坏了自己2024角逐总统的希望 因此向川普表示 他会持续探究可能性到最后一刻 共和党参议员将至少对三州的选举人提出异议 接着启动辩论和投票 拉长这个一向简短 警惧仪式性的认证过程 而为川普助阵的大军 5号已经涌入美国首府华盛顿 约一千名抗议人士聚集自由广场 高喊在座四年 周三川普也预定现身 诉诸川粉支持 法府周二晚上已全面戒备 部分川普支持者与警方爆发冲突 华盛顿特区市长警告川粉不要携带枪支 同时要求国民卫队支援 预计三百四十人将到场维持秩序 特种部队也将待命保护联邦机关 TV新闻做个报道